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月 三月 四月 诶 3号的灯 让死你 没坏 没坏 你看一下 你听我狡辩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十四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咳咳 对不起 我错了 投个币 当然没有更新的这段时间呢 我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也在学习 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 那么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首先 Cosplay 然后 Food 这是这个味道 还有 Cosplay Cosplay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我最近干的这些正事 对吧 那我自己呢 也收获了很多 也提高了很多 那么相信大家可以原谅我啦 如果你之前一直在看我的视频 那么肯定无数次的听过我说 我是一个科技数码爱好者 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做教程呢 一是因为时间问题 另外是因为设备 我想我之前的Final Cut教程 肯定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帮助 这是一件我值得骄傲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骄傲 那么最近我买了一些设备 之前看到的那个就是相机的开箱 其实这个快递是早上到的 但是因为要出门 所以即使心情非常激动 也没有拆掉它 一直等到晚上回家 这条路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我还是打开导航 看看回家的路到底还有多远 回到家后 来不及把灯架上 来不及带上麦克风 我就直接把我的手机给我朋友说 赶紧拍我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开箱视频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的配件 比如这个温柳云台 比如这个监视器 再比如这个ND滤镜 这个ND滤镜很有意思 它可以让我在强光下使用大光圈拍摄 它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简弱光线 这么一个小小的镜片就要800多块钱 但是市面上也有很多便宜的选择 我买它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施耐德的镜片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施耐德 那么你肯定听说过莱卡和蔡司 施耐德也是和他们一样优秀的德国光学厂商 ND滤镜最大的缺陷在于偏色 很多便宜的ND滤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不想花了很多钱买来的相机和镜头 最后被一个镜片给毁了 所以这就是原因 我这几天在想 我买了这些设备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 可以让我拥有Bilibili排名前十的画质吗 不会 可以让我成为Bilibili百大App主吗 我想有99.999%的可能性 不会 那么会让我赚到很多钱吗 也不会 苹果在去年更新了MacOS 10.15版本 这个版本的改动很大 多了很多软件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播客 这个软件在手机上早就有了 相当于一个电台 我们可以在里面听一些内容 但是我想了半天我能用它来做什么 最后我想到的是听过的刚 那苹果能用这个软件赚钱吗 我想不能 不亏钱就不错了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 大佬们又为什么去做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 这应该就是热爱吧 好 这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的耐心看完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 点赞 投币 谢谢大家 我是冬瓜十色